字幕《曲橋》 讓我們給一些信心 catalog家長的人進入到內裡 說聲幫忙 首先代表順德的僑聯 祝賀今次慶祝澳門回歸20周年的回歸三年心 粵港澳大灣區書畫作品聯展 以及首屆大灣區我的夢想家園少年書畫大賽 預祝他圓滿成功 在此我也非常感謝澳門大學和澳門大學校友會 提供一個這麼好的平台 使我們來自順德的青少年 能夠來到澳門最高的學府 能夠將我們這些藝術的才華展示 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我希望我們來自順德的朋友 給我們一點掌聲澳門大學校友會 我們大灣區十一個市區的一個代表 的畫家們 書畫家們的優秀作品 我們已經覺得心亢神儀 在座150位來住珠海和順德區的青少年畫家 書畫 書法家 他們的作品更加令到我們高興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們未來的 我們粵港澳大灣區的 在書畫界裡面的一個前景 我們希望在座各位的少年的 書畫家繼續努力 第三話就是今天那個主題創作的 這首詩歌我讀給大家聽 當年余春今澳門 建武山地 耀海 風景心 九成共享化發展 寄予紅棉 英雄魂 改革創新 坎坷路 華夏騰飛 全權中國心 情懷依舊不回頭 游世故鄉 亦相淫 謝謝大家 這個畫展是夢想家園 主題就是我們順德水鄉畫 水鄉畫讓小朋友依止意願 全程這個水鄉畫的精華全程下去 我叫麥子晨 十歲 你今次畫的是什麼比賽 我畫了水星畫 你今次拿了這個特金獎 感覺怎麼樣 很開心 你覺得為什麼自己會拿到特金獎呢 因為我很漂亮 因為我畫得很認真 你畫水鄉畫是畫了什麼內容 有些八椒樹 八椒樹 屋 屋 屋 你有沒有看過其他同學畫畫 有 你覺得其他同學畫得怎樣 都很好 今天很開心 看到很多小朋友寫了一首很好的字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整個大灣區文化要推動 其實現在很多小朋友 對書法已經漸漸淡忘了 看到今天很多小朋友的作品 真的有些大師的風格 很希望我們澳門的小朋友 能夠努力學習一下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 尤其是在書法方面 能夠寫多一些 自自然而我們的文化素養和文化素質 都會大大提升 再融入我們整個大灣區 我想這個又可以做到相得益張的功能 希望我們的澳門小朋友加油 點擊